这个人物叫做交难 上回书 咱们说到 这个主人公孔雪丽 到 陕西延安府做官 延安府的私立官 那么因为 武厦 他的性格直啊 罢官 但回不了家 因为有挂爱 怎么叫有挂爱 就是你这官不当但你问题没解决 还得接受调查 哎 每天问的 到这个城外 玩 行为一打猎 正往前楼 那边过了几个人 庸庸促促一位贵公子 骑了高头大马 那么 很远 瞧着就眼熟 这个地方 没朋友 因为 他从家里边到这来上任 娶妻生子 到这地方 除了 在官场上的 这个同僚们 私生活来说就没有朋友 是谁呢 敢走进了一条 不敢认 认识是认识 想不到 谁呢 黄甫公子 确实 他们家是陕西人 那这太巧了 自己呢 娶的是黄甫公子的表妹 自己跟皇甫公子呢 这个内眷来说呀 是两姨亲 也就说我岳母 是她的姨 哎 这个很近的亲战啊 但不成了 在这巧遇 冒叫一声 敢是救准 皇甫公子 公子吗 公子早早的 就望见了 孔生 现在得说是孔老爷 甩灯离安下马 驱不向前 可不是我吗 你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干嘛跑到这儿来 我做了官呢 还真是 七兄您呢 妻子的兄长嘛 啊 七兄 没想到在这地方碰着了 您做什么官呢 延安府私里 哦 官才不小 那么随着任上 除了我表妹 还有谁呀 就是我们两口呢 带着孩子 哦 好啊 还有了外男了 哎呀 太高兴了 咱们 先师生儿后朋友 再儿亲戚 那俩人关系不一般 在他们家住了多长日子不说 两个人每天 除了念书学习之外 还要饮酒谈心 而且每天晚上 隔五天一回 把香毒找来 这个交情不一般 说这个有什么 哎 男同胞们就是这样 喝酒喝后 耍钱耍薄了 天天来一会儿喝酒 那感情是越来越好的 简单说吧 看见了 黄鲁公子 简直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了 黄鲁公子 反他也很兴奋 走吧 到家吧 您就在这住吗 是 我跟您说了 我们祖居陕西吗 我们就是当地人呢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无所谓 您表妹也不知道 阿松也不知道 我们俩来到院上就很长时间了 没跟我提过 要跟我提我早就访进去了 那么把自己 因为 误上罢官的这个烦恼 暂时就全忘了 跟着到家来瞧瞧 太好了 跟着走吧 打着说往林子里走 一瞧可了呢 有哪来这么一大片林子 哎呦 越往里走越黑 那个树越长越密 林子为什么我们 总要加上黑森森 他这个树叶太茂密了 阳光照不透 而且由于他常年的不照阳光 这个树林子里边 这个烙叶 自然就有这么一种腐败的气味 那树林子里 那有树林子里的味道 也不知道 算多长时间 这林子大了去 再往前走 一看好 这个卓美丸可了不得 宛若释迦 但是说这个比喻 说释迦是什么了不起的 那释迦那比任天堂的还好 他为什么要加释迦 二字呢 那就不是一份盖的房子 啊 累带而居 说你这一份的爆发户 你虽然说能盖很高级的房子 但能瞧出来 一个你的房子是新的 再有一个 没有什么时代感 没有文化的气息 为什么你看故宫 卢浮宫 咋这样的地方 您逛 您跟逛大厦不一样 错来有的那大厦 有的那重宝盖的很不错的 您到那里边 您没有公园的感觉 也绝不跟逛故宫似的 自然的您要到故宫里边 就有一种敬畏之心 您看哪儿 您都坐压花子 你看这块石上面 当初西佛就站在这儿晒太阳 你看这棵树没 末代皇帝府仪 就在这棵树里边乘过来 啊 你心里想这 就这条道 啊 当初谁谁谁就在这儿走过 哎 真魂 年事来 他们都打这儿窝窝 但是说 是打这窝窝 那我哪知道 啊 就说这意思 我去这个巴黎 我觉得好的地方就这个 一部一个故事 走几步就一窝窝 到哪个里边 你要跟着当地人 带人都能聊出一段 跟北京的意思一样 北京都随便走吧 啊 就从脚头走到北心脚 就中间让您说 这是多少故事 怎么叫大清胡同 啊 这二十二中有什么点不 这个包括文化馆 图书馆就这俩地方的 这个变迁 啊 骨头上里边的六院 这个那个 就反正 每一个地方 我跟您说 哎 北京 都有传奇 都有故事 它这是 古都嘛 那么一看人家叫 宛如世家 那这房子就很了不起了 而且累带门居 瞧得出来 这不是一份两份居住 那么当初 人家 多着带有钱 培养出这种贵族的气质才不一样 没有小人乍腹的那种感觉 感觉人家在陕西延安府家里边 确实 那有下人回离 老爷子已然睡去了 您回来这会儿啊 正午休 一会儿等老爷子起来 再饼刀一身 您再进去见 那我问问您 府上都安好不安好啊 这个我跟您打个礼人 我岳母怎么样 岳母是谁 就是他媳妇阿松的妈 这都没联系 得问亲戚 不是问他 阿松他妈是皇甫公子的亲姨 哪知道皇甫公子一叹气 没有了 一些我这当故意的都不知道 我感觉老太太都没了 这回去我要跟你表妹一说 你也得伤心 是的 哎呀 这二年咱们书于来往 也没通书信 这也怨我们 不能那么说 这个谁呢 这个 问谁 那个 问焦娜 他怎么样 也嫁人了 你惋惜什么 他其实当初我们俩主演 就岁数小 怎么现在嫁人 那够岁数了 那还不嫁吗 那能老更加当姑娘吗 嫁人了 嫁人了 姑爷家远了 很近的呀 没嫁远咯 就在林县 哦是啊 那太好了 这咱们认了门了 常来常往嘛 这以后就能见着了 那是啊 您怎么样啊 我 一言难尽吧 怎么 我这官 我们还又丢了 不是 严满谷 私里 妈怎么又丢了 我这人 脾气不太好 说实的 哎呀 上面好些做法 我看不惯 我也不会 拍马屁 官啊 差不多 这就算了 一路到底 还不让我走 我还跟您说 这要不碰您呢 我还有点为难 有什么为难 钱我现在倒是不缺 当年他们分手的时候 连您带老爷子 给我那些个钱呢 花不了的话 简直的说呀 我这辈子是花不尽的 那么可是呢 在这位任势上受气 他们现在不让我走 有些公事 还要调查调查 哦 那您不放 深正不怕影子邪 哪要没做的亏心事 也不怕得罚 那倒是 来吧 估计老爷子也快起了 我派人再瞧着去 一会儿把老爷子请不来 你明天还见见 别见 我跟您进去 给老爷子请安 岁数很大的了 别让老爷子惊动了 哎 没什么没什么 这种说的 就童而来报 说太公一言起了 这样孔雪丽 跟着皇甫公子 狼幼两个人 才购奔内阁 参见太公 太公也没有承诺 说今天孔雪丽来看他 可是他们哥俩呢 现在是狼舅相称 太公跟他呀 也按哥们论 因为当初太公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还不是他们门上姑爷 那是儿子的老师 所以皇甫太公对孔雪丽呀 极尊敬的 那么现在来又一打 就敢当做了官了 延安府的私立官 哎呦 大人 这才叫贵族踏见地 倒是寒舍 蓬毕生辉 您老娘来了 那么今天晚上 一定要一岁荒丘 老头每回都这么说 其实每回都不陪着 喝一杯就走 干门都陪着 简断说吧 寒暄已毕 家里面设家宴 又买上了 孔雪丽丽酒喝的呢 高兴是高兴 不特别踏实 怎么意思呢 他现在有家呀 而且他是 等于是被调查人员 他不回去不合适 在西前呢 几次就提出了要走 奈何一劫 这个皇甫公子是苦留不住 您看这意思真要走 那这样吧 现在外边已经 很晚了 您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 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 怎么也得聊透了 外边这个林子 确实到了晚上 更是什么也瞧不见 就是我们家的人 打算出去 也不能说一 根本走不了 太费事 送您出去呢 要没有三个人都不敢去 咱别找麻烦了 明儿一早您走您的 今儿晚上说什么 咱哥俩得聊 红月丽琢磨 也只能这样 那罢了 那那那 嗨我您出来 没想碰着你 跟你表妹也没说 家里还有孩子呢 是是是 有什么话 明儿再说吧 和这一宿呢 孔雪丽就没走 在皇甫公子家 惊宿而去 第二天早晨起来 酒醒了之后 吃饭了早点 先去给太公请安 请完安 这才由 皇甫公子陪着 一起顺家里 给送出来 还是穿林而过 赶走到林的外头 上了大道了 没别的 到家去 您把话说清楚 衙门只要没事 您就带着表妹 带着我外甥 上家来小住几天 这样 今天我回去 家里安等安等 明天一早 我带着阿松 带着孔小焕来 好啊 早点 我就在这找您 好 这是我找得到 另外呢 我今天已经派人走了 上哪 上林县 我妹夫家去了 我让焦娜 跟我妹夫 也来 在我们家 咱们一块待几天 您看怎么样 太老了 好长时间 没见交纳 上次见完 那是匆匆而别 他就走了 这么多年 我也没感谢上 哎呀 那会儿见的时候 是个少女 十三次 现在出落成 什么样 都嫁着人了呢 我还真是很期待的 好 我回家跟阿松 一说阿松也得喜欢 那您走吧 明天早晨这儿见 十月份 好 搁下皇后 是公子不提 单说孔雪丽 回转阎湾谷 到家里的阿松 就急了 一宿没回来 能上哪了 可是一瞧 孔雪丽很兴奋 我拿哪了 你猜 你就猜不着 我不猜 我猜什么 你说不就得了吗 我上你们家 穿门去啦 阿松一听 上我们家 看门去了 这不是满嘴的 胡说吗 什么叫上我们家 看门去了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来了 我先听好消息 我碰上你表哥了 我哪个表哥 你爷家表哥 你大姨 黄府市 他们赶紧就在 延安府不远住 住了一片树林的里头 我还没查地理质 一会儿我瞧瞧 他们归哪一线满 哎呀 我当官的时候 正在好的时候 没见着这亲戚 见着这亲戚 咱能帮帮人家 哪知我这官也丢了 又混残了 才碰上人家 本来可以带着你 显辈显辈 荣耀荣耀 这又吹了 你说这真的假的 我在他们家住一宿啊 这可太巧极了 啊 不成想 哦 那么大姨不顾 老爷子硬冷极了 东西安闹了 哦 这是好消息 那么 不好的消息呢 嗯 我把家里的情况说了说 我也问了问 你们家的情况 说是前二年呐 你们老太太 依然没有了 大宋一听 回哀了 没想到 晴天霹雳说不上 因为架出去了 总有个思想准备 跟着洪雪梨到战上 也没想什么能回家 但是消息突然点 我母亲纵然身体不是特好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一时伤心 不由得放声 提过 孔雪丽丝 讨厌安慰吧 说人活百岁 将有一死 哎 谁也逃不了这一步 那么 没想到遇见 皇甫一家了 尽归 咱们是时代亲戚 我呢 跟你表哥 已经说好了 咱们今天收拾收拾 明天 带着咱们这儿子 上他们家住几天 我每天能出去 三三闷 你在家里 就守着这孩子也闷 真的说你母亲这一死啊 你家里就没什么人了 要不再跟这门子亲戚 走动走动啊 你实在是孤苦的很 这这么样的好言安慰 阿松这才算 转备为喜 说高兴是高兴不起来了 总是说明天能见着娘家人子 打这说 收拾收拾东西 哎 下午呢 孔雪丽上衙门里去 说你们对我这个调查呀 查你们的 但是呢 我老在这个衙门里住着呀 我没得干 我要回家你们就不批 那么延安府呢 我有门的亲戚 我串亲戚去 这行不行 衙门里这些同事 虽然都不喜欢呢 但是孔雪丽这人很正直 也谈不上非要难为他 其实您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也知道 只不过您把上次得罪了 上次诚心就不放您走 非要查出您家麻将 查了这么些日子了 也没查出什么来 您去算算亲戚这又何不可呀 这么着 您到亲戚家住几天哪 您到家门报不到 看看您那档子事情发展如何 真要我说呀 过几天 落下来使准心让您回家了 您爱上哪上哪 我们何必呢 那就行 我跟那哥就说一句 好了各位 刚才呢 咱们又听了一段 王远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聊这